早晨、夜色… 嗨!姐夫私人好 我是姐夫 大家好 大家好,Stanley Hello 今天很開心的你是要接到姐夫的邀請來當她的廚房小助手 那姐夫今天我們要做什麼料理呢? 我們今天來做烤雞大餐 那我們今天的烤雞大餐要準備些什麼東西 那我們今天要準備一些東西就是 我們會先做一個甜餡的料 然後要做一個煙雞的料 接下來我們會做一個蜂蜜健波醬 待會的話可能要麻煩Stanley幫我把它給 那給我已經迫不及待了 那我們開始吧 好那我們就開始吧 我們現在要先準備一個餡料 麻煩Stanley先幫我準備 沒問題 那這個有一個大碗 所以餡料裡面是有 綜合的堅果 然後會有一些乾果 會有葡萄乾、有杏桃乾 還有那個豐肝番茄 杏桃乾 好先幫我們剪一下 讓它變得比較小 好 然後我這邊的話 我這邊要先把洋蔥給切起來 好 我們姐的葡萄真的是 收氣到位收氣到位的 菜就好 好 我們這個洋蔥先把它剪起來 好這待會我會用來鋪底 然後放在下面 跟著我的烤雞一起下去烤 那最主要的時候 我會用這個 好快做一個醬汁 所以姐夫我們這邊就是把 白飯跟這些 準備的 是的 堅果類跟這些 倒下去 倒在一起 然後把它混在一起 好 混好就可以了 然後我們加一點 就是海底蝦 姐夫那我們鹽的分量 是要大概抓多少 大概就調味嘛 加一點 沒問題 所以這就是等一下我們要 填入烤雞裡的內餡 對對對 好那這裡的話 可能還要再麻煩 直接幫我把 我們的煙料 煙料 這邊我們用的是 紐阿涼香辣粉 匈牙利紅椒粉 然後加上一點油 一般的沙拉油嗎 一般的沙拉油就好了 有量大概抓多少呢 先倒半塊下去 好 這樣可以的 包裝不夠我們再放 沒問題 這是匈牙利紅椒粉 對這是匈牙利紅椒粉 這是紐阿涼香辣粉 好香啊 紐阿涼香辣粉其實非常適合 用在烤雞跟烤魚 尤其烤蒼魚 是我們過年吃的那個蒼魚嗎 對對對 紐阿涼香辣粉非常適合用在蒼魚上面 我們就拌勻就可以了 對把它拌勻 因為待會我們要把它抹在雞的上面 跟裡面 好 謝謝 那我們這個一樣 我們先放到旁邊 接下來我們要把我們的主角 我們每逢的放山公雞 母雞不行嗎 公雞比較大 公雞比較大 母雞OK啦 母雞的話肉質會比較軟一點 我們先把雞好給處理起來 原則上我們不需要頭 好 那我會把頭給 切除 對 所以我們用一隻剪刀就可以去操作這個動作 其實可以啦 說實在我是有點捨不得用刀子 我磨刀子很辛苦 剪刀也是方便 對 雞腳的部分 我們只要在關節的地方嘛 關節的地方嘛 這些啊我們不要浪費喔 姐夫分享過我的雞高湯 那平常我的雞高湯 就是從這些取下來的 我們再利用 食材都不會浪費 對 這個非常的重要 姐夫比較專注這個啦 來這邊有雞油 還記得嗎 姐夫也分享過了黃金雞油的做法 姐夫的黃金雞油 也是從這邊來 還蠻肥肉喔 好 我想他等一下烤車一定特別好吃 是 因為待會要醃料 我想要把它 用在裡面 所以說勒 我這邊會先 把它給稍微 對 所以在皮跟肉之間 把它給剝開來是不是 對對對 像這樣子 稍微弄一下 然後 我們用手再下去 把它給 那味道會在 會比較在裡面 那我們 手再 再進去把它給 撐開來嗎 對 我這樣的做法 把飲料倒到裡面去 其實我還蠻少看到這種做法 真的是 像這樣子 來這邊跟姐夫 偷學到一招了 那要不要通常 味道的話 只會在 屌皮 要學起來 這很重要 呵呵呵 好吃的關鍵就在這裡 好 盡量就好了 像這樣子 其實我們用手指就可以把它分開 我看到大部分的 皮跟肉都已經 對 sick by 好 接下來的話 我們就是要把它給 醃漬 對 醃 這個我來弄就好了 因為我手已經髒了 好 那就麻煩 呵呵呵 當見譜來賓真是太幸福了 以後要多來幾次 是啊 姐夫也很歡迎啊 如果說有機會的話 有時間的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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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姐夫想跟請教 像這樣的醃料 它會不會辣 紐澳梁香辣粉 它基本上 有一點點 不過 它不會很強烈 你喜歡辣味的話 可以加一些辣椒粉 姐夫的辣椒醬 對啦 姐夫辣椒醬 對 姐夫排辣椒醬 然後 你有在發我 有有有有有 我是 姐夫的好粉絲 是 是 然後啊 鮮料 它裡面也有 可以想像這隻雞 烤鑽的成品 會有多美味 好 你是上這樣子就可以了 現在的話 我可能要加甜露鮮料 來 這可能要麻煩你 你用湯匙 我的工作終於來了 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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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把它給 填滿就對了 接下來 洋蔥要鋪底 對 那就麻煩 幫我把洋蔥放下面 進去上蓋就好 鐵霧洋蔥鋪底的最主要的原因是 我們待會兒在烤完雞之後 它會有一些汁 我會用這些肉汁跟洋蔥 來做一個醬汁 其實這個 我都要覺得是蠻重要的 我們就可以拿它原本的肉汁 然後變成一個醬汁 烤雞的醬汁 對 烤雞的醬汁 我們可以用竹籤 把這個尾部的地方 大家把它封一下就好 用S型的方式把它炒上去 好 OK 大概這樣子 所以我們現在就可以準備進烤箱了嗎 對 我們的烤箱已經預熱過了 好 姐夫那時候我們雞雞這樣子都 沒好所以就可以進烤箱了嗎 對 大概就可以進烤箱了 我先讓它烤30分鐘 那烤箱的溫度呢 我現在是用250度 好 那我們現在就進烤箱囉 期待我們的烤雞出爐 我這邊先設定 30分鐘 好了 那我們現在烤雞也進烤箱了 我們可能要需要一點時間 聽說 Stelie 你有幫我們帶一瓶好酒 那要不要幫我們介紹一下 當然 很感謝姐夫邀請我來吃這個聖誕大餐 那總共空手而來 我今天帶了一瓶是我們法國柏酒來區的新酒 那也是今年2019年的新酒 那我覺得很適合在聖誕節這個節日來 跟大家一起享用 那新酒它有一個特色 它是每年的11月的第三個星期四才上市 所以它在每年當年度的9月份採摘 11月上市 所以它非常的新鮮 非常的甜美 我覺得飽滿 那今年2019年聽說是非常好的年份 所以我想說 非常適合今天聖誕節的節慶 來跟大家一起分享 那等一下我們等 我們考基數的時候 我們來試試看這瓶酒怎麼樣 這個瓶聲看起來就非常的熱鬧 對 所以說到這邊的瓶聲 火酒來這瓶酒廠叫做 Georgi Dubrov 它是把火酒來這個 原本是地區線的活動 推廣到全世界的酒莊 那所以我覺得它蠻有特色的 再來說它的瓶聲 就是它所謂的彩繪瓶 我覺得很適合節慶這種很 花樣繽紛 對啊非常的熱鬧 感覺 所以它酒體本身也像 它的酒標上的花一樣 非常的 很多花香啊 果香類的東西 我覺得很適合 來跟大家一起分享 待會我們就等我們的主菜 完成之後 我們再來開酒 沒問題 OK 哇 開始期待囉 是 30分鐘到了 我們先把它打開看一下 那我們現在上面 好 我們先灑一點油 我們先灑點油 待會呀 它的皮呀 就會酥脆 好 我們現在再把它送回烤箱 繼續烤 那現在呀 全部 準備另外一個烤盤 好 把它放在 上面 不要讓它直接的 受熱 因為呀 再下去的話 表面 會太焦 然後我們雞肉也還沒熟 這是一個方式 進烤箱囉 好 再烤30分鐘 再等一下吧 我們用這個油 再把它給 塗上去 好 我們再來 送回烤箱 再烤20分鐘 再烤20分鐘 那我們上火 現在把它 調低一點 550度 下火 繼續維持好 耶 烤金 好了 我們現在把它拿出來 這人最期待的時刻 哇哈哈哈哈 好 香味四溢 香味四溢 非常酥脆的聲音 對 酥脆的聲音 油亮油亮 油亮 破不及待 我們先把它換個盤子 哇 好現在 節目要跟大家分享一下 我們拿下面那個雞汁 油 洋蔥 我們來做個 醬子 像這些是非常好的東西 我們就拿這個來做醬子 哇 應該整個精華都在這裡 對 整個精華都在這裡 香味 亂得湧出 是不是 是不是 有沒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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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哈哈哈哈 其他的齁 像這個 我們就把它 到鍋子裡面 用刮刀 刮乾淨 好 這些都是精華 用點白酒 再白酒 對白酒 好 洗盤子 一絲精華都不能浪費 對 這副乾淨人 哈哈哈哈 其實這些啊 都是精華 香味的來源 對 這是美味的來源 也是西餐的精髓 好 再把它倒出來 好香 喔 真的喔 這不是假的 這沒有履過的喔 哈哈哈哈 真的是很香 真的很香啊 是 那個白酒的香味 遇到那個這個 放在這裡 開火 對 我們讓它煮一下 這是把那個白酒 的酒精 稍微讓它揮發一下 接下來啊 我們加 高湯 那最主要的是 雞肉的那個雞汁 洋蔥 還有白酒 而且主要的味道 就會很好 白酒的香氣一直不斷的 湧出 來我們這邊還有點雞汁 就把它 這都是 美味的來源 好 像剛剛阿傑說的啦 這些其實就是西餐的精髓 利用原本肉的肉汁 再來做濃縮 做成這樣子 天然又 美味 我們加點鹽巴調味 加點胡椒 要試一下嗎 謝謝 讚啊 不錯喔 不錯不錯不錯 我們沒有說什麼 不夠度的一些調味 我們只是用它原本的 天際的醬汁 烤過的洋蔥 不要加上一些白酒 很濃縮 接下來我們會把它打成泥 如果說你需要它的濃度 濃一點的話 我們可以加一點麵粉 好 接下來我們把它 好 你看它看成出來 它有濃度喔 其實它的濃度來源 最主要是洋蔥 我們可以再把它打得更明明一點 好了 那我們的醬汁這樣子就 完成了 就完成了 那這個濃度你可以嗎 可以可以可以 其實我也覺得不要用太忙 那我們現在在做另外一個蘸醬 那就是簡單 又美味的蜂蜜芥末醬 所以我們今天有兩個蘸醬 對不對 對 那大概就是等量的蜂蜜 加上芥末 用美式芥末 是 或者是法式芥末 比重 也可以 接下來我們只要把它給 一比一的混合 對 對 蜂蜜的分量 大家可以 根據自己的喜好 那蜂蜜芥末還有用在一起 其實都可以啦 炸雞啦 炸魚柳啦 德國香腸啊 豬腳啊 其實都可以用 都可以用 那是我最完成 嗯 要試一下 這個小朋友應該也喜歡 可以 沒有問題 姐夫的那個蜂蜜的量 比較重 哈哈哈哈 非常適合就是 大家一起食用 對對對 可以上菜 好